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在成都举行的 伦敦奥运会中国平方球队热身赛 这场比赛呢是女子的 A组的冠军决赛 是由丁宁对刘诗文 那么这次热身赛呢 承办单位是由 四川省体育局 成都市体育局 包括中国拼协西部培训中心 承办的比赛 进行了单轮的淘汰赛 进入到金串湾最后的决赛的呢 那么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 在观看比赛的同时参与短信互动 全国手机用户均可发送 1-10669998参与 全场将有5名幸运观众 获得时尚手机精品运动装备 或千元现金大奖 欢迎您的参与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一局比赛情况 那么丁宁呢 那么丁宁呢是在A组 在第一轮比赛当中是4比1战胜了 小球选手狐狸梅 第二轮的淘汰赛是4比0胜了 饶敬文 刘诗文呢是第一轮战胜了赵岩 赵岩是来自江苏的小将 第二轮呢 也就是半决赛 刘诗文是战胜了周新童 刘诗文也是本次伦敦奥运会的 中国乒乓球女队的皮卡队员 也就是替补 替补队员的要求和参赛队员的要求 是完全一样的 包括一切的待遇 包括这个在封闭训练当中的 所有的要求和标准都是一样的 据我的了解 就是刘诗文和丁宁应该说是一个 一对老对手了 他们俩交手的次数非常多 以前呢好像也曾经配过双打 年龄也相仿 但是他俩的这个技术打法风格是完全不同的 我们还是请刘伟 就是因为刘伟原来呢 他是打横板两面反交 胡圈结合快弓打法 我们请他介绍一下 刘诗文和丁宁的技术情况 那么丁宁可能大家在最近在这个电视屏幕上面看到的这个比较多 几乎所有的大赛 他现在作为中国队的主力都参加 那么他的技术特点呢 主要是这个 相持能力比较强 两面的这个攻防转换比较快 也就是上圈球的能力呢 要比这个下圈球的这个能力强很多 那么刘诗文呢 这名运动员呢 他主要是以这个 他速度比较快 那么两面的这个相持能力也很强 那么我们在看他们两个人的这个比赛当中啊 重要的是看他们两个人在落点的这个控制上面 这个一般高水平的运动员呢 两面的这个进攻能力啊 能力都非常强 那么在这个控制对方这个中路球 这个所谓的中路球并不是说台子的中间 而是他身体的这个偏左偏右 也就是叫中路球 那么这个中路球呢 就是如果说谁能够控制住对方的这个中路 才能够就是有机会 才能创造出机会来 这个进行这个进攻 所以这个希望广大的这个球迷 在这个看球的时候 这个不要光看热闹有回合 那么也看看门道 门道就是这个落点 你看丁宁啊 我们观众可以观察一下 这个运动员呢 我们说一个运动员 他的所获得的成绩 和他能有现在这个位置 我觉得不完全是一个技术 一个他有气场 你看他在场上 他一出场在场上那种 那种感觉就是他能够全面的去 不惜一些代价去发挥 而且他不丧气 就是他不沮丧 对待很多在场上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他时刻保持一个乐观积极的态度 去面对的 很多女孩子打球爱生气 已经上场了 本来球挺上风 老是拉张脸 然后在场上你就觉得他要输 到最后可能果然就输了 这个人他需要弃场 他需要在场上有一种很积极的很正面的 非常阳光的一种心态 所以他会对他整个场上的发挥有影响 对 所以杨颖刚才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在前面这个莫斯科那次团体赛 他们两个人同时陷入的这个 乒乓生涯中的这个最低谷吧 那么从低谷当中崛起 应该说是乐观心态的人 有非常开朗性的阳光的这个队员 这个小丁宁应该说 他从这个低谷当中走出来的相对 刘诗文来讲要快了很多 刘诗文也很努力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局 其实据我以前看他俩的比赛 刘诗文的球呢 他打丁宁是很顺手的 就是说虽然两人有的掐 但是刘诗文这个反手进台的 他这碗快撕 这个球对丁宁来说很有威胁 丁宁根本跑都不知道到哪跑 但是脚很大 是对那个时候的丁宁 对 现在不一样 那个时候的丁宁站位比较远 所以刘诗文反手的速度 能够发挥得出来 对 那时候他还不是大腕 还不是世锦赛世界杯的双咬万年 现在你说丁宁随便过来 刘诗文都觉得 哎呦 这么赚呀 所以说你的位置角色变了 你的球 你的人强大了 确实丁宁这几年呢 在他的技术环节上面呢 诗志导对他的这个 应该说也非常关爱 在技术方面给他调整的 这种细小的这个技战术 这个衔接 应该说在 应该说打法更细腻了 你包括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丁宁刚才的 这个小侧拳的发球 也是在这个诗志导的 这个点拨下 那么原来丁宁打球的 这个技术风格呢 他发下蹲球比较多 那么发完下蹲球之后 等你再站起来 再进攻 这个衔接的这个速度 就相对于 现在你看这个小侧拳 发完之后 对方一挑 马上就是一板反手快撕 这样上手呢 衔接就带了很多 刘诗文我记得你以前也是 经常练下蹲 而且都坐在板凳上练 是吧 一砍一下午 就下蹲 砍出来了 但是你想你发完球 你得站起来 这一起一扶 就很难找这个进球点 对不稳定 所以丁宁呢 给人的感觉 他听话 是不是 他容易引导 好塑造 好引导 我让你这么练 你就这么练 对 他就能按照这个路子走 所以他很多技术就加进去 发球的变化 他的技术的丰满啊 都要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进步和提高 对 你比如说刚出道的时候 丁宁的这个打球的这个风格和特长呢 是站在中演台 这个有很强的这个纠缠能力 是吧 就一般人打不死他 完了以后 他能连续拉住对方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丁宁 他发完球之后 包括接完发球之后 他主要的还是站在进台 那么从站在进台 就有这个威慑力 那么对对方心理上 就是一种 就有压力 那么他这样在进攻的这个速度 就非常快 那刚才我们的画面 给的是丁宁的主管教练 陈斌指导 还有中国女队的主教练 施之浩指导 前一段时间也去了 这个成都 看女队的信息 去年正好赶上他们有一场 晚上有一场比赛 也是模拟奥运会的这个赛制打 就是一天 好像从中午开始 一场 下午一场 这样来打 一天挺熬人的 没几场球 但是你这背着好像 那么正好赶上丁宁对舞阳 上次0比4就输了 那天他说派子没站好 但是不管怎么样 0比4输了 对舞阳了 下来失蹈 肯定对这场球 他肯定要解剖 剖析 那么最终又安排了一场 还是他和舞阳 安排一下晚上 等于你10点多打了一场 你晚上6点 你再打一场 跟舞阳 最后他是4比3也很困难 确实丁宁打消球 他也尽了力 但是他自身条件 本身丁宁他就是没劲 他爆发力差 不是我刚才讲了 丁宁对上选球的理解 就是中台的对拉 进台的反拉 包括相持技术 他的上选球的能力和理解能力非常强 但是打消球需要什么 对下选球的理解 还有他的爆发力 我手上的感悟 对 这种爆发力力量 它是天生的 就是你身体当中与生俱来带来的 丁宁就是说他自己的绝对力量 包括他的爆发力差一点 所以他打消息很吃力 最后打下来的时候 记得晚上那场球打完以后 他说我的胳膊真的快断了 太发力了 晚上那场球几比几呢 4比3好像也很困难 反复纠缠 我看的都快不行了 但是最后能够咬下来 就对他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锻炼 对 所以说这个球呢 你看能够有第二场球的这个刺激锻炼 应该说这也是诗的 精心安排的吧 但是你反过来说 伦敦会没有给你第二场 你就一场输入拉倒了 回家了 对 但是我始终觉得杨颖 就是一个好的教练员 如果不跟队员啊 在这种技术环节漂亮 对一方面沟通 另外一方面 你比如说输了 咱们下次再打 对吧 对队员的这种宽容 体现在这方面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好的教练 一个好的教练 一定要针对队员的这种不足之处 你一定要紧盯着 一直到他完善了为止 我觉得这是一个教练员的一个职子 9比8 施导呢 他的这个直教方法 刚才刘也说 这个这个直教教练 特别是对女队员 他要有一种钉子般的精神 就是死钉你 一定是让你达到这个目的心 三方九比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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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比 这两个球刘诗文啊都是用正手得分的 一个是叮咛的 他反手拉起来 这个弧线太高了 这样双方呢 在前两局打成了1比1 我们还是请刘伟给我们简单的做一个点评 应该说这两局球两个人发挥的都非常正常 那么在这个第二局的时候 刘诗文呢 是通过给丁宁的这个反手位的节奏变化 创造了一些机会 那么在后面的第三局比赛当中呢 如果刘诗文还能够坚持这个战术 给丁宁反手位的球 一定要有节奏变化 杀手球呢 给这个丁宁的中间和正手的话 那这个球呢 应该说 第三局比赛 还可以打 那么作为丁宁来讲呢 应该说反手位在对付这个节奏变化的球 一直是他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九比九两个球呢 应该说就是对方一慢 他也慢 对方一快 他也快 就是他是不是能够 就是在对方无论是快与慢 他都坚持他自己的节奏 这对他来讲 后面来讲是一个考验 我们旅旅在解说当中提到这个乒乓球比赛的节奏 这个节奏啊 是一个很难掌握的一个技术 这个里面技术含量很高 你要想把球节奏打慢一些 这个球 你想乒乓球速度这么快 球在拍子上的停留时间就要长 你要制造慢的节奏 你这个球拉的如何转 或者说在慢的当中 你怎么去把球拉到底线 就不要在对方的胸前位 最好打这种胸前位的球 二点 我看到这个刘士文的球呢 他很有自己的特点 就是你看他个子矮 他很灵巧 他的这个反手的速度 他的动作特别简洁 但是他唯一的一个 就是说他不完善的地方 就是显得有点单一 你看他的中远台 对 他的节奏变化啊 这些球他差一些 但你要跟他一味的快 他在台前他一般比一般快 对 就是借力发力 借力球打得非常快 他往4比2 4比3 所以刘伟我觉得就是丁宁 你指望丁宁去有这么一两个绝招 上来就把对方一板两板 给他拿下 落地开花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丁宁在大赛当中 他比较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的那种拼劲 那种韧劲 那种长性 是吧 他给你撑到最后 你一说打多少板 你一说打多少板 二十板 我给你来二十一板 就跟张一宁这个有点像 但是他不属于那种 特点特别突出的 有明显特点的 这个绝招的运动员 是比我 但往往这样的运动员呢 他在大赛当中 他稳定 他发挥稳定 应该说大赛 教练员应该说非常信任的 还是像丁宁这样的运动员 他的心理非常稳定 才就是带来了 他技术发挥上 他不会出什么太大的意外 现在看来啊 就是随着乒乓球的发展 现在最难对付的 最攻克不了的 还是旋转 旋转的 现在是旋转的时代 就是说 这个速度力量旋转 其实 好球 双方形成对拉 这种球对于丁宁来的时候 你拉了十把八把 我正要在远来跑 在进阱台的时候 50% 一旦把刘诗文打退台之后 基本上 这个球 丁宁赢的把握在80% 五福吧 五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培训中心的校长是戴老师 我们也知道 刘伟肯明也知道 戴天云 戴老师原来是乒乓球队的干事 将近就算是领队这样的角色 戴老师也付出了很多心血 为乒乓球队做了很多的服务 好球 这是新年球 它在中远台的奔跑能力 周旋能力 所以对刘诗文而言呢 应该说还要坚持近台 尽量不要退台 但是在训练当中 它需要弥补的就是在中远台的这种退拉能力 它很难 你觉得它个子矮 它推到远台你说它怎么弄 它推到远台之后感觉球全在脖子这儿 它不能轻易退 它只能相对往后退一点 它退太远 它个矮它一米六 所以它这个球全在脖子这儿 它不好抽手发力 但是你又不能保证这种比赛当中 尤其是高手对高手过招的时候 你全部能够坚持在近台的话 也不太可能 肯定也会打到这个中远台的这种对攻的这个环节上来 所以要么刘诗文呢 就是在远台如何体现你的步法 是吧 你怎么样去少架 就是多用正手来奔跑 你看丁宁它就不一样 它胳膊长手长 它整个动作弄圆了 它的空间特别大在中远台 这样丁宁现在是2比1领先 刘伟你还记得就是你在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前的那个状态 就是比赛或者是在日常训练当中的状态 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那个时候我觉得相对还比 无论是打这个国内国际比赛 这个相对来讲比较稳定 因为那个时候 基本上就是你看 一年当中输不了几场球 对 就不管是全国比赛 亚洲比赛 还是世界比赛 应该说还是非常有底有数的 基本上就知道 肯定决赛会中国人会失 但是对于心态的这个调整方面呢 就是没有一个 我现在想想呢 就是说还是比较 在这个局中人 应该说还是非常在乎这个结果 就是太在乎结果了 反而呢 对于过程的这个把握和享受 这一块呢 做的做的很不够 那么应该说这个 你如果说一个运动员 他有一个前瞻性的眼光的话 他才能把握过程 如果说你 像那一届 应该说我跟乔宏都是 这个最后一届 打完之后就去日本 公派去日本了嘛 基本上就是打完就 退役的时候 那你就想 哦 这对你来讲 是一个唯一的时候 可能你就会非常在意这个结果 对 所以我刚才我就说 像马龙张继科 完全有理由 也有空间 可以去有前瞻的眼光 来看待这个结果 二点 刘世文这个球呢 是充分利用正手 正手进攻的时候 最好的落点就是拉住 对方的中间或者反手 因为你拉正手的时候 对方的下意识反应 如果一旦打回头的话 这个球你就是死球了 就落地了 三点 我们看丁宁的这个战术 也非常的 非常的清楚 就是掉右压左 那么刘世文的速度很快 那么再 如果说丁宁直接给到刘世文反手 就像这种的时候 他可以坚持进台 他有速度 但是一旦丁宁掉右 在压左之后的 刘世文的反手位的速度 就稍微慢 他就跑到中台去了 所以掉右压左这个战术 对丁宁来讲 还是非常重要的 你看丁宁他现在 他就是比较全面在哪呢 原来我的感觉是丁宁就是慢 他整个这个球啊 就是因为他为什么回合多 因为他没劲 力量小 他才能有回合 你像男子的这种速度力量 他哪来的回合 两三板就没了 可是丁宁他一板一板一板 大赛当中球是很好看 速度回合很多 因为他力量轻 那么力量轻 他速度他的回合多 但是他的速度一板 速度一板的话 你看现在丁宁这次比赛 他跟刘世文打的时候 感觉就是他可快可慢 他也可以 他不完全被刘世文牵制 他有时候进台 他也可以加速度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丁宁应该说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变化和进步 他还可以远台 到了远台丁宁了 就觉得他这个位置都挤的 他不行了 他还可以测身 就这个球 非常漂亮 你说刘伟这个先开始练 就是中远台这个球比较好 练速度好练 还是说先是这样练近台 先近台好 我觉得先练远台后练近台好练 好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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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往上加这个技术环节 是吧 对 你说原来我是远台有球 然后我加快速度 我我衔接 我只要练就可以 对 但是你像刘世文这种 他站近台 他速度快 你让他退远台 我觉得这个难度挺大的 对 因为他整个动作结构都变了 对 球的一种空间感也变了 3比8 我们看几个远台对拉 对刘世文 就是说虽然也是一分球 但是对刘世文心理上的一种 一种压力和打击还是很大的 就是 对拉之后一旦输了之后 就觉得相持打不过对方 那么就逼着刘世文 在前三板的技术上面 他就要 就是出中招 就要发力 那么造成了前几板的这个食物 对刘世文 今天这场比赛确实能够感受到丁宁有水平高的地方 或者说他的技术更全面 应该说这场球他打得游刃有余 进可攻退可守的这种应该说还是技术能力非常强 这样就对他的自信心包括战术的使用空间非常大 怎么打都可以 那么对刘诗文而言他一定要坚持进台 不能由于技术上的缺陷给他心理上造成了很大的 现在场上的局数是3比1 叮咛五千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第五局 1比0 0比2 我们看这几个球子叮咛的这个落点非常的不严密 我们看这几个球子叮咛的这个落点非常的不严密 我们看这几个球子叮咛的这个落点 非常的不严密 手稍稍松了一点 对 对 很容易 正式 半斤 一笔妙 现在丁宁就是 我觉得上拳球 发球发的太多了 应该有上拳下拳 转不转的一些配合 包括长短 对 那么这局开局 前面几分 直接就被刘世文的接发球抢攻了 所以他的发球 没有任何的作用和威胁 发笔 2比8 2比8 这种球要擦边 丁宁的表情上好像是擦边了 嗯 这球是擦边 是从上面擦边 2比9 2比9 9比3 所以这个比赛我们看到就这一局 丁宁开局没有打好 让刘诗文抓住了几个落点进行凶抢 所以一下这比方就拉开 拉开之后就很难追 就好像丁宁有点走神了 一走神之后2比9落后你就很难追了 所以乒乓球的这个比赛 一方面是在打这个什么技术战术心理体力这方面 还有一方面就是什么在打精力 你如果说你的精力不够的话 你抠不住球算不住球盯不住的话 也就是一走神的话 那应该这个球就输起来也很快 这样双方在前五局打成了三比二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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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伟 刘伟 你说这个作为刘诗文这个屁卡替补 你觉得就是说对于他来说就是他随时要准备上场 就是当你出场的时候一定是队伍出现问题的时候 队员 对 这我们的最处在一个最危急的时刻 所以就说作为屁卡的选手 他一定要拿出更好的一个精神状态 来参与这个轮道奥运会 嗯 因为这一点从队里边来讲肯定做得特别好 就是拿皮卡的运动员绝对就当作这个参赛队员一样对待的 那从他们来讲呢 自身来讲不要觉得哎呀我肯定轮不到我对吧 他这种赛前的这种包括队里的氛围赛前的这种各方面训练中的这种 这种应该说也刺激到了 对他来讲应该说创造了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机会 我觉得对刘树文来讲现在应该是信心满满的 因为对他来讲这张屁卡都来之不易 对本来应该我想老将郭彦也没抱屁卡 包括马林也没抱上屁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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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 从第五局开始一直到现在 就是说在这一时段上 刘诗文一直占据着主动 因为刘诗文好像处理球更强势更果断了 因为刘诗文在前面应该说到现在 没有任何的变化 一直在循序渐进的往前走 这个往前走呢 不光是基战术水平的发挥 还有一个他的心态心境的一种跟进 那么作为丁宁来讲呢 三比一领先的时候 刚才看到第五局 他在第五局的时候 开局就有一些放松 那么这个放松之后 到了第五局他再想赢 他不想松了 他再想赢的时候 他有一个调整缓冲期 他不是说你一下子 毕竟这是一个博弈的游戏 不是说你一下子就能进入到 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是吧 他有一个缓冲期 他要慢慢的进入一种境界和一种状态 三不出 三不出 5比3 6比3 4比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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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比6 6比6 8 8比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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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比9 9比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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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0 9 刘世文他的速度就不容易出来了 如果你的球在胸前位 而在白线以内 现在10比6 这样对您4比2 刘世文在A组获得了第一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场比赛 为您直播 那么这场比赛是由参赛的奥运选手 李小霞对杨阳 稍后见 我们还有一场比赛 今天晚上7点点 进行满足 我来继续赛 欢迎大家到